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在第五講的時候 有為大家介紹了所謂的出樣分配 今天在我們的第六講 我們就要進入我們的估計 或有人把它叫做推定的一些內容 在第六講裡面我們包括了一個點估計點推定 還有區間估計或者叫做區間推定 今天在我們這一講的內容裡面 我們就包括了最主要兩個部分 剛剛講的是點推定跟區間推定 我們也舉了一些案例 事實上我們今天的課程內容 已經進入我們推論統計學的範疇 事實上我們的統計推論 其實就是利用樣本的訊息 我們對母體的特性做一些推論 基本上我們在做統計推論的時候 我們有包括兩個部分 一個是在做統計的估計 另外一個是在做假設檢定 那在我們第六講的時候 我們先介紹了所謂的統計的估計 或者是在做推定 那我們在第七講的時候 我們就會介紹我們所謂的假設檢定 好 那什麼叫做統計估計 或者是什麼叫做推定呢 事實上它的概念非常的簡單 也就是用我們的樣本的資料 我們去計算我們的樣本的統計量 那根據這個樣本的統計量 去推估我們母體的參數的方法 我們就把它叫做統計的估計 那事實上在估計裡面 我們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點估計 另外一個是區間估計 那什麼叫做點估計呢 今天我們假如想要了解一個母體的參數 那事實上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沒有空 沒有時間 沒有財力精力 我們沒有辦法去取得母體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從母體裡面 隨機抽取一個樣本 好 那我根據這樣的一個樣本 去計算樣本統計量的值 然後根據這個值去推估我們的母體的參數 那因為我們是用一個單一的數值 來推估母體的參數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點估計 那這個點估計有什麼樣的例子呢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比如說王媽媽 有一位王媽媽她住在台南 那因為有兩個小孩子長大了 最近都分別到台北來念書 那在台北居大不易嘛 那要租房子 費用其實也蠻高的 所以這時候她就開始思考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台北市買一戶 25到30坪的公寓呢 那當然一方面小朋友可以住 那另外一方面她也期待可以保值 但是因為她對台北這個地區呢 房子的行情呢不是那麼的熟悉 也很擔心她去找了仲介她也怕吃虧 所以呢她就開始想 她有什麼樣的方法呢 可以了解台北地區這個房子的這種 她的標的這種平數的房子的價格呢 好那基本上呢 這個案例我們就可以用統計的方法 我們來做評估 那我們根據這個統計的估計方法呢 當然我們也可以收集一些樣本資料 我們可以獲取這個 我們的房子的這個樣本資料的平均價格 我們用此來推估 我們全台北地區的這個 25到30坪這個公寓的平均的價格 那我們現在假設 我們這個房子的價格叫做X 那王媽媽的兒子她怎麼做呢 她就是用這個簡單隨機抽樣的方法 那根據這個一些公開的資料 或者是台北地區的這個房屋仲介公司 她的這些房屋代售的這些價格的資料 那她隨機抽取了36戶 那36間這個面積大概介於25到30坪的房子的價格 形成一個樣本 那在這個表裡面呢 就有我們的這個她抽取的這個36戶的這個房子的價格 好那現在呢她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最簡單的方法 那我就把這36戶的這個房子的價格呢 去做一個平均 那我根據這個平均的價格呢 來估計我們母體的這個平均數μ 還有呢我們也根據樣本的標準差 我們這個樣本標準差叫做S 來估計母體的標準差Sigma 所以根據她估算的一個結果 她去計算她的這個36戶的這個平均價格 她會發現這個平均價格是935.03萬 那當然呢也可以去計算這個樣本的標準差 同學應該你也會算 你算出來的值是什麼 標準差是223.25萬 所以呢她可以用她取得的樣本的均數 來做為這個母體 就是她認為的這個房屋的平均價格的均數μ 的估計值 那也可以用這個樣本的標準差S呢 作為母體標準差Sigma的一個估計值 所以呢她就回去通報她媽媽了 她告訴媽媽說台北市這個面積 在25到30坪的這個公寓的房子 平均價格大概是935萬 那標準差是223.25萬 這是通報了 那這時候呢 王媽媽取得兒子提供給她的資料了 那這時候呢她開始想了 這樣的這個樣本的估計值 是不是接近這個母體的實際情況 好 那事實上呢 不要說王媽媽懷疑 有不少的同學你可能也會懷疑 用這樣的一個點估計 她來推估母體的均數 那誰也不知道她的正確性啊 那甚至於這個結果就是一番兩瞪眼嘛 剛好就是那個數值 或者是不是那個數值 那甚至於說有人會說 那假如她兒子又去取得另外一組樣本 那即使sample size一樣大 那這時候她取得的這個樣本的均數 x bar的值 或樣本標準差s的值呢 可能不盡相同 是的 可能不盡相同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你只是用一個點來推估 是不是適合 或者是用這個點來做推估 她的誤差的大小 其實也不知道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在做 點推定的一個限制的地方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說 她在做估計的時候有限制 所以我們不用她 事實上點推定有她的用途 那事實上我們未來要做 區間推定的時候呢 我們也必須要利用這個點推定的一些 概念作為基礎來做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同學可能說 好吧 點推定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呢 我要用我們的點推定 要來估計我們的母體的參數 那是不是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那這時候同學會說 什麼叫做比較好的方法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今天 我們今天想要說 從台北到高雄 那我要從台北到高雄 我有好多的方法對不對 你好多方法都可以到 你可以搭高鐵 你可以搭火車 你可以搭客運 你可以像柯P一樣去腳踏車 你又可以 你要游泳比較困難一點 你要走路也更困難 你有很多的方法 可是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到高雄 你覺得最好 depends on你們每一個人的情況 那同樣的今天我們要來推估 我們的這個比如說我們的母體的均數 或者是其他的一個母體的一個參數 有沒有什麼樣一個好的方法 或者是有比較一個標準 一個標準可以用來利用 我們的這個推定量 來估計我們的母體參數 好 那可能不少同學會說 假如我要對一個母體的參數 找出一個推定的量 那這個點推定 那可能有很多的公司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標準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要找出一個優良的點 估計的一個值 那我們的最高指導原則 就是希望它能夠越接近母體參數的實際值 越接近越好 誤差越小越好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們其實有一些評估的門檻 那下面就是我們的評估門檻 那包括了哪一些呢 不偏性 有效性 漸進不偏 還有一致性跟充分性 那同學會跟我說 哇那麼多的門檻 那我到底怎麼會知道誰是誰 那是不是可以告訴我一些定義呢 好那我們首先告訴同學 什麼叫做不偏性 假如說我今天我想用一個樣本的統計量 來推估我們的母體參數 假如這個樣本統計量的期望值呢 會等於你要推估的那個母體參數 那這時候我們就說 這個統計量就是母體參數的一個 不偏的估計量 它就是一個不偏的公式 那基本上呢 我們常看到的 比如說樣本的均數X bar 它就是母體平均數 mu 的不偏推定量 為什麼 因為它的期望值就等於mu 另外呢 我們的樣本比例p hat 它也是母體比例p的不偏推定量 為什麼 因為它的期望值就等於p 那另外呢 我們也知道我們的樣本變異數s平方 它的期望值呢 也就等於母體的變異數s平方 所以呢 它也是母體變異數s平方的不偏的推定量 好 那基本上呢 當然不是所有的推定量 都是不偏推定量 更有更多的這個推定量 它其實它的期望值 不等於母體的參數值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偏推定量 好 那這裡面呢 我們就會產生一個偏誤的概念 也就是說 你這個推定量的期望值 跟你想要推估的那個母數的值的差 我們就把它叫做偏誤 好 那 介紹這個不偏性之後呢 我們下一個要介紹的就是所謂的有效性 好 那所謂的有效性怎麼做呢 那基本上呢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假設 這個sida hat 是母數sida的一個估計式 或把它叫做推定量 好 那我們今天怎麼樣評估 我們的這個sida hat 它是不是一個 絕對有效的這個推定量 那基本上我們這邊就要引進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叫做均方誤差 那所謂均方誤差的定義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估計量 跟代估母體參數 這兩個人差的平方的期望值 有一點繞口 那換句話說 其實我們的均方誤差 其實是用來衡量 我們這個推定量的有效性 那這個均方誤差呢 事實上就是所謂的變異數 加上偏誤的平方 好 那所以假如在你所有的估計式子裡面呢 誰的均方誤差最小 那誰就是絕對有效的這個推定量 那除了絕對有效的推定量之外呢 有些時候呢 我們也會提到所謂的相對有效性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比如說今天手邊有兩個估計式 這兩個推定量或這兩個估計式呢 都可以用來估計母數的sida 那我們說它分別叫做sida hat 或者是sida double hat 那今天呢 這兩個估計式呢 他們都是對母數sida而言呢 它都是一個什麼 不偏推定量 那所謂不偏推定量的意思是什麼呢 不偏推定量 代表的是偏誤會等於0 那我今天要比誰比較相對有效 我只要比誰的變異數比較小 就比較有效 好 那所以呢 基本上呢 在 我們比如說我們今天手邊 有兩個推定量 它都不偏推定量的情況之下 我要比較誰比較好 那我可以比較相對有效性 只要比較這個變異數 誰比較小就比較好 可是有些情況之下呢 同學會跟我說 老師有些時候他們都是偏推定量 那這時候一樣的 你事實上只要回過去 估計我們的均方誤差 誰比較小就比較有效 好 那另外我們要引進一個概念 叫做漸進不偏推定量 或者是漸進不偏估計式 有些時候呢 某一些推定量 它可能是偏推定量 可是呢 假如 當我們的sample size 趨勁無限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這個推定量的期望值呢 會以這個你要代估的 這個母數 sida為極限 那我們就稱為sida hat 是什麼 sida的漸進不偏估計式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概念 什麼叫做一致性呢 那所謂的一致性 是代表的是什麼呢 當我們的sample size呢 越來越大 那我的均方誤差會隨著sample size n的增加而減少 那這時候呢 我們會稱為這個是一個 統計量是一個一致性的估計量 所以我們這邊是有一個定理 假如說我今天有一個sida hat 那不論是它是不偏啊 或者是漸進不偏 那我們說當sample size n趨勁無限大的時候呢 它的變異數是什麼 以0為極限 它趨勁於0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說sida hat 是sida的一致性估計量 那除了剛剛講的這些門檻之外呢 這些標準之外呢 其實我們也希望 我們的這個點推定量呢 我們也具有充分性 所謂的具有充分性指的意思是說 我在做一個推估的過程裡面呢 我可以充分利用 這個所謂的樣本的資訊 那這時候呢 我們比如說sida hat 它可以在做一個推估的過程裡面 它可以充分利用這個樣本的資料 舉個例子來說 比如說我們今天有一個簡單隨機樣本 它的樣本均數叫做x bar 那我們說其實x bar呢 其實它是符合什麼特性 哇 它是符合好多特性 它符合了這個不偏性 漸進不偏性 然後呢 它往往跟其他人比 它其實是這個有效的 有效性的一致性 那它到底是不是充分的估計量呢 是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計算這個x bar的過程裡面 我們充分利用樣本的裡面每一個資料 所以事實上我們用x bar來推估木體均數 它比我們說用重數這個公式 或中位數這個 它用到更多的樣本資料 所以我們說x bar是一個充分的 具有充分性的一個推定量 但是中位數跟重數都不是充分的估計式 那這個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過去的一些分析 我們喜歡用樣本均數來估計mu的原因 因為它有非常多的特性 它符合這個剛剛講的一些點推定量的一些重要的一個特性 我們剛剛介紹 我們介紹完了所謂的這個點推定 那有了點推定我們以此為基礎 我們下一步我們就可以去介紹 我們的區間推定的一個概念 好 那什麼叫做區間推定 好 我們先不要去講我們的公式 講我們的內容 我們再回去想想我們前面的例子 你還記得嗎 王媽媽的兒子曾經幫他去做了一些功課 那去對於這個台北地區的一些房屋的價格 做了一些抽樣 好 然後呢做出這個根據樣本資料 了解樣本均數的平均均數 X bar是935.03 就是這個平均價格 那他是希望用這個樣本均數來推估母體的均數 那這時候大家都會問說 你這樣子的房價的估計呢 這個估計值有多可靠 那這個估計值呢 精確性有多高 那你用X bar呢 來做為母體的這個平均數的點估計 它的誤差有多大 那剛剛講了一堆我們可能說 點推定可能有一些限制 我們可能不是那麼的明白 但是這些問題呢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區間推定裡面 或多或少 我們可以回答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我之前王貓貓他們沒有辦法立即回答 是因為她不知道 我們的樣本平均數X bar跟母體均數之間 它的距離有多大差異有多大 那事實上呢在我們的區間推定裡面呢 可能有解決一些問題 好 那什麼叫做區間估計 什麼叫做區間推定 事實上它是對於我們的未知的母體參數呢 我們給它做估計 那我們估計呢 我們會估計出一個上線跟下線的區間 然後呢並指出這個區間 可能包含真正母體參數這個值的可靠程度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前面估計的我們說台北市的房屋價格來說 那個樣本資料我們算出來呢 平均房價是935.03萬 好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樣本的均數呢 當作是一個中心 然後我們呢加減某一個數值 比如說我們可以加73萬當作是上線 減73萬當作是下線 所以我們的這個房價呢 大概它的range就會落在862.03到108.03萬的這個區間之內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說 我們台北市區的25坪到35坪的這種公寓的平均價格呢 大概是介於這樣的一個區間 那我們也可以說再進一步說 我們的這個25坪到35坪的這個房價 介於剛剛說的這樣的一個區間之內呢 它的可靠程度是多少 95% 好 所以 那剛剛的這樣的一個陳述 事實上 它就是代表了這個所謂的區間的概念 信賴區間的概念 那這時候呢 同學會問我們一個問題 老師那怎麼做 怎麼求 好 那下面呢 我們就告訴同學怎麼算 好 那我們要介紹怎麼樣去求算這個區間 之前呢 之前呢我們還是要提供同學一些概念 所謂的這個區間估計的基本概念 我們說既然區間估計呢 可以告訴我們可靠的程度 那當然它比點估計呢 還可以信賴 那現在我們的問題是 我們怎麼樣進行區間估計 那事實上我們剛剛從前面的那個投影片 我們舉的例子 我們說事實上區間估計呢 是以點估計值為一個中心 然後我們加減某一個數值 然後我們建立出一個上下線的信賴區間 好 那我們以母體的均數μ為例 那我們怎麼樣找出它的信賴區間呢 那我們下面呢需要幾個這個組成 第一個我們必須要找出樣本平均數x bar 那我們也必須要找出樣本平均數的一個標準差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也要定出一個所謂的信賴水準 或有人說信賴係數 代表你對它的一個信心的程度 那基本上呢我們說信賴水準或信賴係數呢 或你可以把它叫做可靠度或信賴度 我們往往用1-r法來表示 那r法代表的是什麼 犯錯的一個幾率 那所以呢 因為信賴區間是在一個既定的信賴水準之下 構成的一個區間 所以呢 其實什麼叫做信賴區間 其實它是由樣本的這個統計量 點推定 跟抽樣誤差所構成的區間 所以事實上我們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的信賴區間就是什麼 點推定加減抽樣誤差 好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才可以為各位同學介紹 下面三類的這個區間推定 那我們要做的區間推定 包括三個 一個是母體均數μ的這個區間推定 另外一個是什麼 母體比例p的區間推定 然後呢我們也為同學介紹 母體變異數sigma平方的區間推定 欸欸欸我看到一個藥啊 他說他的吃藥有效的機率和丟銅板一樣 這樣他的藥有效嗎 有啊丟銅板正面反面幾率都二分之一 那如果說這吃藥的藥有效二分之一 那就表示說 至少那個吃了藥至少一半的人會好啊 哪有啊 丟銅板的機率正面和反面都是一樣的 那表示根本就是沒有效果啊 如果要有效果的話 至少應該要帶百分之五十吧 嗯好像有道理 好我們首先來介紹母體均數μ的區間推定 那基本上我們對母體這個均數μ做區間估計的時候呢 我們大概會分成大樣本小樣本兩種情況 那另外呢無論這個母體分配為何 所謂的母體分配為何 常態分配或者非常態分配 那在中央極限定理的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會知道 假如是大樣本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樣本均數xbar 他的抽樣分配呢 會服從常態分配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可以利用常態分配的概念呢 來推估母體均數μ的一個區間 那在大樣本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又可以分成母體的變異數sigma平方 是知道或者是不知道兩種情況 那這時候我講到 這樣子同學會說 好是不是有一點複雜 好同學假如覺得有一點點複雜 你是不是可以回憶到這一片的投影片 那這個投影片告訴你什麼 你在哪裡看過 你在我們的上面一講 我們在講抽樣分配的時候 你看過這一張投影片 好 那在這張投影片裡面呢 在大樣本的情況之下 反正我們不管母體分配 是常態分配或者是非常態分配 我們都可以用什麼 常態分配來做分析 來推估母體均數μ 那在小樣本的情況之下呢 只要我們的母體分配是常態分配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x bar也是會服從常態分配 我們也可以 據此來推估母體的均數μ的信賴區間 好那同學會說 老師怎麼做呢 來我們來看怎麼做 我們先看這一張圖 在這一張圖裡面呢 同學你會發現 右尾的面積 這是一個常態分配的圖 右尾的面積0.025 左尾的面積0.025 所以中間的這個粉紅色的面積是0.95 所以換句話說 我的z值介於這個什麼 -1.96 這-1.96是差表來的 跟1.96之間的機率是多少 0.95 所以你的z值介於-1.96到1.96之間的機率是多少 0.95 好 那所以呢 剛剛我們跟同學講了 我們根據剛剛前面那一頁的圖 那我們知道 z值 它的這個介於這兩者之間的範圍是0.95 那這個z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這個z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什麼 x bar-mu除上根號m分之sigma 這個是誰 x bar是服從常態分配之後的 一個標準化 這個是關鍵零組件 所以呢我一步一步的去推估 最後你可以發現什麼事情呢 我的母體均數mu 介於什麼 x bar-1.96乘上根號m分之sigma 這個下限 跟這個什麼x bar加上1.96乘上根號m分之sigma 這個上限之間的機率是多少 這個上限之間的機率是多少 0.95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了解 我們在 95%的信賴係數之下 我們的mu的信賴區間就是x bar加-1.96乘上根號m分之sigma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信賴區間 好 那 這時候呢 同學會說 欸 老師 那剛剛是不是在 0.95的信賴係數之下 找出mu的信賴區間 那我假如信賴係數 或信賴水準不是0.95的話呢 那我怎麼做 好 好 那在這裡面呢 我們就跟同學用一般通識的方法 我們來做一些分享 好 我們就是general的一個步驟 第一個 我們要去找它的信賴區間 我們要找出比較好的點估計式 或者是它的估計值 那就mu來講 最好的我們就是選擇x bar對不對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取得樣本統計量的一個抽樣分配 那事實上 剛剛我們在前面的幾片頭影片裡面 我們已經有告訴同學 我的樣本均數x bar的抽樣分配了 好 所以呢 根據中央極限定理 在大樣本的情況之下 它服從常態分配 那這時候我只要去找到 它的期望值 好 就x bar的期望值 跟x bar的這個編譯數 好 我們是不是也找出來了 好 這是第二步 第三步呢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導出 母體的一個信賴區間 導出母體的這個均數的信賴區間 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呢 同學你會看我們剛剛的例子 我們在前面 我們說z值介於-1.96到1.96之間的幾率是0.95 然後你慢慢推導出來 那我們是不是已經有一個信賴區間的公式了 那我在這邊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什麼的例子呢 比如說我是在0.95的信賴係數之下 剛剛你已經查表了 你知道z0.025 好 它的查表的值是1.96 好 那我說呢 這個樣本的均數是80 樣本的這個均數的標準差是2 那這時候我是不是可以帶進去我們剛剛的公式 x bar加減1.96乘上根號m分之sigma 所以你找出來的值就是80加減3.92 所以你是不是就可以找出μ的信賴區間是介於76.08到83.92之間 那代表我們的μ值在這個區間它的可告程度是95% 所以換句話說我們在95%的這個信賴水準之下呢 我們母體均數的值 介於這個76.08到83.92之間 好 那這時候呢 同學呢 會有一個問題啦 那什麼叫做信賴區間 什麼叫做信賴水準 那事實上呢 我們根本不能確認 這個我們估計的區間是不是會包含這個母體的平均數 那有可能是包含母體平均數的幾率是0.95 可是有包括就是百分之百 沒包括就是零啊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請同學看一下這個投影片 事實上我們所謂的信賴係數是95% 或信賴水準是95%的意思是這樣 我今天呢我去抽取了隨機抽取樣本 我抽取了100個樣本 每一個樣本呢 我都可以形成一個信賴區間 那在這100個信賴區間之裡面呢 會有95個信賴區間 能夠包含真正的母體均數 好 所以事實上這個信賴係數的意思是說 我抽取樣本 隨機抽取樣本 形成了100個信賴區間 其中有95個 能夠把真正的母體均數值包括在這裡面 它的意思是這樣 我希望同學能夠了解它的含義 好 那有了這個意思 有了這個概念 大家明白了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再接下去講我們的這個信賴區間的一個通識 那同學從這個投影片來看 好我們現在呢 我們的這個中間的區域就是1-α 就是你所謂的信賴係數 那兩尾呢 的面積各為是2-α 所以呢 你去查表 我們可以寫 是一個 左邊那個左界是-z 2-α 右界是什麼 z 2-α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兩個臨界點 那我的z值 某一個z值 介於這兩個臨界點的機率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1-α 這是你從圖可以看出來 那這時候呢 我再把這個z值呢 用剛剛我的這個所謂的標準化的那個z值帶進來 所以經過整理之後 你會發現 我們在1-α的信賴係數之下 我們這個母體均數μ的信賴區間 事實上就是x bar 加減z 2-α 乘上根號m分之sigma 那你的z 2-α 事實上是差表而得 那你其他的都可以根據樣本資料 或者是已知的訊息告訴你 所以從這個例子其實我們也可以知道 當我的信賴係數越大的時候呢 其實我的信賴區間也會越寬 好 那由這裡我們也知道了 只要我有一組樣本 我決定了我的信賴水準 我根據樣本計算出我們樣本的這個平均數 然後呢 當然我假如知道一些相關的訊息 比如說我的 當然我知道我的sample size 或者是我知道我的這個母體的標準差 那就可以根據上面的一個信賴區間 我們可以去找出母體平均數的信賴區間 好 那剛剛講的這個例子呢 都是大樣本 然後呢母體的編譯數為已知 好我們可以去找出它的一個信賴區間 那事實上呢 在這一片投影片的表裡面 其實給同學更多的訊息 告訴同學在不同的信賴水準之下 好 那我們的這個母體均數μ的信賴區間 它的呈現的一個方式 好 剛剛講了這個母體均數μ的信賴區間 我們講了一些公式 那同學會說 老師你是不是可以舉一些例子告訴我呢 好我們這邊就舉個例子 告訴同學怎麼樣的應用 好 那其實根據研究調查發現呢 目前電視跟網路呢 是青少年最常使用的一個媒體 那平均每週他們使用這個媒體的時數呢 竟然達到43.7小時 平均的數值 好 那其中呢上網的時間呢 竟然達16.1個小時 好 那有一個網路公司 其實他就是利用網路的一些 提供一些訊息來賺錢的 所以某一個網路公司呢 他想要確定 這一項的調查是不是可靠 好 那根據這樣的 假如他可靠的話呢 他才可以決定他的這個 他的網路的這個節目的一個數量 所以呢 他用這個隨機籌養 找出了這個 64位這個青少年來做一個調查 結果他們發現呢 這一些青少年呢 他們平均的這個 每個禮拜上網的時間呢 是15.6小時 好 那已知道每個星期上網時間的標準差是5小時 所以呢 我們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那請問一下這個青少年每星期上網的 平均的 時數的點估計值是多少呢 好 第二個 在95%的信賴係數之下呢 或信賴水準之下呢 那 估計無差啊 多少呢 好 那還有呢 在95%的信賴水準之下呢 他們每星期上網的 平均時間的信賴區間是多少呢 好 那我們就一一回答 我們的這個 上面的問題 好 那 第一個 我們把剛剛的訊息做一下整理 第一個我們的信賴水準是多少 95% 那你剛剛找到的我們這些 青少年呢 它的這個平均 上網的時間呢 是多少 15.6小時 好 那標準差是多少呢 標準差呢 是5個小時 好 那你取到的樣本 Sample Size是多少 64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當然就可以選擇X bar呢 作為μ的 一個估計值嘛 這個就是點估計 剛剛已經講說 X bar是μ的最好的一個估計式 所以我的點估計值是什麼 15.6小時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問你的是 那它的誤差有多少 那事實上呢 呃 在 大樣本的情況之下 我們說 X bar的抽樣分配是服從這個 常態分配 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有講到了 我們的這個區間推定點 推定加減抽樣誤差 那我們的抽樣誤差呢 其實是不會超過 我們的1.96乘上更號m分之σ 所以這時候呢 同學你就可以計算一下 我們的抽樣誤差 大概是在多少 1.225 小時之內 好 那這個是第二個問項 那第三個呢 第三個 我們再更近一次 更更更往前 我們說在1.96這個值是誰 我們的這個信賴係數是0.95嘛 那我們的這個母體的信賴區間呢 那事實上我們把我們知道的值帶進去 我們就可以找出我們的信賴區間 好 所以這個問題是有層次的 第一個 你是不是可以 你要找這個信賴區間 你必須要確認的是什麼 它的點推定是誰 第二個呢 你要去找的是什麼 它的抽樣誤差 進而把這個兩個結合在一起 點推定加減抽樣誤差 事實上就是我們的信賴區間 好 那剛剛是在大樣本的情況之下 母體的變異數為已知的情況 那我們做這樣的分析 那另外一種情況是 我們現在雖然是大樣本 可是母體的變異數未知 那怎麼辦呢 那事實上呢 假如大家回想一下 我們在上面一講 我們在講 T分配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一個統計量 T 它是誰呢 X bar減掉μ除上 根號N分之S 唯一的差別就是 本來是根號N分之Sigma 可是因為Sigma未知 我們就用S 那我們當初有跟同學講 它是一個什麼 自由度為N-1的T分配 可是因為是在大樣本的情況之下 好 我們的T分配 會以標準常態分配為極限 所以 這邊要跟同學報告的是 只要在大樣本的情況之下 即使母體的Sigma為未知 我們還是可以用這個 常態分配的一個概念來做分析 所以 我們這裡有一個小小的結論 在E-α的信賴係數之下 母體均數μ的信賴區間 還是一樣的 就是X bar加-Z 2分之α乘上根號N分之S 這是不一樣的 唯一的差別是S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是不是 可以用一個概念 來跟同學做分析 或一個案例來做分析 好了 我們說今天 我們小玲 剛出社會 那出社會 她家裡不住在台北 那她現在工作在台北 所以她想要了解一下這個房子的價格 看有沒有機會 存個錢 之後存個錢可以買個房子 所以她想要了解 譬如說 松山區的這個房子的一坪的這個平均價格 好 那這時候呢 她調查了這個500位住在松山區的居民 了解他們家的這個房價的情況 那樣本的平均數呢 是81 標準差呢 樣本的標準差是40 那在95%的信賴係數之下呢 你覺得這個 該地區 每坪的平均房價是多少 那我們也要整理一下 我們現在知道的資訊 我的Sample Size是500 你知道這個是很大的樣本 然後呢 我的樣本均數是81 標準差是40 這時候呢 當然我就可以帶 我的信賴區間的公式 我有上屆有下屆 所以你找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這一個每坪的房價呢 是介於72.29萬到89.71萬之間 那當然 所以根據我們剛剛的這樣的計算結果 我們會發現 在95%的信賴係數之下呢 在台北市松山區 它的房價平均一平 是介於72.29到89.71之間 好 那剛剛是在講 大樣本 那母體的編譯是未知 那另外還有一種情況囉 小樣本 雖然是小樣本 但是母體呢 是常態分配 好 那這時候呢 而且Sigma平方為已知 那毫無疑問的 因為既然母體是常態分配 所以呢 你的X bar的抽樣分配 也會服從常態分配 所以這時候它的信賴區間 Mu的信賴區間 也就是X bar 加減Z二分子α 乘上更號M分之Sigma 是一模一樣 跟大樣本Sigma平方為已知的情況 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這時候呢 同學會說 那老師是不是可以幫我舉 一個例子來做分析呢 好我們這裡就有一個例子囉 好我們發現呢 其實在2008年的時候 2008年的時候 當時 因為有一些全球 發生一些比較不景氣的情況 好 那再加上當時其實油價是上漲的 所以有很多人 其實他為了要節省他的開支 所以其實不再開車上班了 所以 那他能夠做的就是 改搭這個所謂的大眾的交通系統 好 搭捷運啦 搭公車啦 或者甚至騎腳踏車上班 好 那假如他假日需要遠行的話呢 那你就搭一下高鐵或者租車嘛 好 那我們的小紅呢 也工作時間 也有一段時間呢 每天也非常的辛苦嘛 好 那週末的時候也想到家外去踏青一下 所以他就約了女朋友想一起出遊 可是想要出遊 沒有車嘛 所以想要租一個車 所以他想要知道 這個目前的這個租車的行情 所以他去收集了9家這個租車公司 1500cc的小客車的一個每天的平均租金 那得到的結果是2200塊 好標準差是630塊 那所以呢 他想要了解 那這個在95%的信賴系數之下呢 我們可不可以找出這個租車費 好 他的這個信賴區間 好 那我們在這邊我們假設了 然後 母體是常態分配 好 然後呢我們當然知道母體的這個 標準差是690 那其實這個就容易了 好 這時候同學其實你只要 記得我們的這個信賴區間的公式 那當然我們還是在把我們知道的資料 我們再梳理一下 好我們已經知道這個租金的這個 小客車租金的這個日租金的分配是常態分配 知道母體的標準差是690 那我們現在呢我知道我是小樣本沒有錯 我的Sample Size是9 但是我也知道樣本均數是2200塊 所以我把這一些資訊呢 都帶進去我的這個信賴區間的公式 那我就可以求得 那我們的這個小客車 每日的這個租車的費用 大概是介於1749.2到2650.8這之間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結論 在95%的信賴系數之下呢 我們要租用這個1500cc的小客車 那它的這個平均每天的租金呢 是介於1749.2元到2650.8元之間 好熱喔 大二天就算喝奶茶才會舒服啊 對啊 話說你知道你喝的奶茶是先加牛奶 還是先加紅茶嗎 有差嗎 當然有差啊 牛奶後放才會有濃醇香 我就笑你一定喝不出來 我喝的出來 不然我們來嘟嘟看嘛 好 別鬥著了 我們就來測試一下吧 好 好 好 呵呵 呵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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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合完了 耶 我也統計出來了耶 你們看一下我對不對 其實答案都在杯底 真的假的 哇 嗯 剛剛 測試十五回合 阿銘答對最多八次 最差是兩次 信賴區間大概在4.77到6.57之間 阿草你怎麼看 這樣真的有點難相信你分辨的出來耶 蛤 我是不是分辨的出來了 不然再試一次耶 不要 奶茶把你喝完了 好 那在我們估計母體均數 μ的這個信賴區間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呃 我們可能是小樣本 但是呢 我們的母體呢 是常態分配 不過呢 sigma平方未知 那這時候呢 我就必須要用到一個概念 我必須要用到的是一個統計量 大家還記得嗎 我有一個統計量 x bar減掉μ 除上根號n分之s 還記得 它是一個自由度為n-1的T分配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我必須要用T分配來找出 μ的信賴區間 那我要找出μ的信賴區間之前呢 請同學先看一下我們的這個圖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T分配的圖 大家還記得我怎麼樣去找T分配的臨界點嗎 我們要有一個 呃 右尾的面積 然後呢 我們要有一個自由度 那所以 它是對稱的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出這兩個臨界點 那我們知道我們的T值 介於 雖然數 雖然未知 那我可以用T分配來做分析 所以同學呢 你在這一片投影片裡面呢 你可以找出我們的信賴區間是 x bar 加減T分配 二分子 alpha 乘上根號 n分子 s 那在這裡呢 同學你有沒有看到這裡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我們的自由度是誰 我才有辦法找出它的信賴區間 好 那 同學會說 老師那有沒有什麼樣的例子呢 可以分享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舉了一個例子 我們說今天我們某一個工廠 那這個工廠呢 事實上呢 它希望能夠提高它的產能 那可能必須要引進新的這個機具的設備 那有了新的設備 它必須要讓它的員工能夠熟悉整個操作的一個流程 因為畢竟在操作的過程裡面有一套SOP 好 那今天呢 它從這個我們的員工產線 呃呃呃呃 產線的員工裡面呢 它隨機找出了25人來 然後呢 他們接受這個操作的SOP 已經接受了這個操作SOP的課程之後呢 那 我們會發現 事實上他們完成訓練的這個時數呢 其實不等 不過呢 大家熟練之後 他大概平均完成的這個操作的時間呢 是六個小時 標準差是兩個小時 那我們想要利用這樣的一個樣本資料來推估 那我們所有的員工要熟悉這個SOP的訓練的流程 需要多少的時間 那我們假設我們的信頼係數也是0.95 那當然根據前面的經驗 我們是不是要把我們的資料做一下的梳理 所以我們這邊我們知道我們的simple size是25 那我們的樣本的均數是6 那我們的樣本的標準差 還有要除上根號m分 那它算出來的是0.4 那我們再去查我們的臨界點的表 那我們的右尾面積T 右尾面積0.025 那自由度是25-1 那你找出來的臨界值是2.064 我們把這些值全部帶進去我們信頼區間的公式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找出mue的信頼區間 換句話說呢 我們在95%的信頼係數之下呢 我們的產線的員工要熟練這個SOP的這個流程 所需要花的時間呢 大概是介於5.174到6.826小時之間 那所以呢 我們的這個產線管理 那它就可以明白 所以它就可以做一些後續的一些排程的一個分析 那除了這個例子之外呢 還有沒有別的例子 我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好了 那譬如說我們今天小美 好不容易畢業了 找到工作了 她的領到這個人生的第一份薪水 那她想帶家人呢 到某一個高級餐廳去用餐 跟她聊表心意啊 好 那這時候呢 她到這個餐廳之後發現 哇塞 怎麼大排長龍 那這時候呢 她想要了解 那我到底要等候多久的時間 好 所以呢 其實她就詢問了25名我們的這個客人 然後呢 這些人平均等候的時間是40分鐘 好 那這個樣本的這個編譯數呢 是36分鐘 好 那她就想算一算啦 這個95%的信賴係數之下呢 我們的信賴區間為何 好 那這時候呢 當然我們還是要再次去梳理一下 我們手邊有的資訊 我的sample size是25 樣本均數是40 我的這個樣本的標準差是6 好 那別忘了我們的信賴係數是0.95 那這時候我們的自由度是多少 跟剛剛是一樣的是24 所以你的臨界點是2.064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就把我的資訊再帶進去我的這個信賴區間的公式 那當然我的小美就可以找到她知道說 哇要去用餐 那她大概的等候時間呢 大概是介於37.52到42.48分鐘之間 那你算到這個數值感覺上還好 最近不是有一欄拉面來嗎 聽說要排更久呢 所以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一個話題 好 那剛剛已經介紹完了我們的母體均數μ的這個缺點推定 那除了母體均數μ是我們感興趣之外 其實我們對於我們的母體比例 P呢我們也非常感興趣 好 那我們在前面一講我們有提到 我們為什麼要想要了解這個母體均 母體的比例P呢 因為基本上P它代表的是什麼 它可以代表的是我們的市占率 它可以了解市占率 它可以了解的是一些譬如說 產線裡面瑕疵品的比例 那這對於我們的IT產業也非常重要 那事實上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在前面一講 我們在講這個樣本比例 它的這個抽樣分配的情況 我們是不是有利用到中央極限定理啊 我們的中央極限定理告訴我們什麼呢 在大樣本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的樣本比例 它的抽樣分配會服從一個常態分配 什麼樣的常態分配 期望值是P 變異數為m分之pq的常態分配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馬上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要把它標準化 所以我可以有一個z-score 所以同學從這張同影片裡面 你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標準化的一個過程 p-hat減掉p 除上什麼跟hatm分之pq 好 所以這是z-score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再搭配 我的這個z-score的值 介於 負z分之α 到z分之α 這兩個臨界點之間的機率就是 1-α 所以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一步一步一步的 推導 就可以得到母體比例p的信賴區間 所以我們在這邊看到 母體比例p的信賴區間是誰啊 是不是p-hat 加減z分之α 乘上根號m分之pq 好 那猛然看到這樣的一個公式 大家覺得很開心 我又解決一件問題 可是這時候呢 同學你在用力看 其實你心裡是不是有一個os 你的os是什麼 老師 我不就是不知道p是誰 我才要推估p的信賴區間嗎 可是你的p的信賴區間的公式裡面 那個根號裡面還有p 那我怎麼辦 那我怎麼辦 我們說雖然我不知道母體比例p 不知道這個母體的這個1-p 的數值 就是p跟q 雖然未知 但是在大樣本的情況之下 因為樣本比例p-hat乘上q-hat 它是一個p乘上q的一致性估計式 所以我們在對於p的信賴區間的推估的時候 我們會把我們的信賴區間修訂為下面的公式 所以這個公式才是我們真正要利用的 所以我們再做一下整理 在1-alpha的信賴系數之下呢 我們母體比例p的信賴區間就是p-hat 加減z二分成alpha乘上根號m分之p-hatq-hat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公式 好 那這時候當然我們免不了 還是要為同學介紹一下 我們怎麼樣應用這樣的一個公式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想一想 我們現在其實我們的智慧型手機 非常的受到歡迎 尤其是iPhone7 聽說iPhone8是不是要出來了 好那近年來其實在台灣iPhone手機的銷售的力道非常的強勁 那不少年輕人呢 大家都有iPhone 好 那根據這個我們的統計資料顯示 好 那我們的 在我們的這個 我們從我們的年輕人 從我們的這個年輕人裡面呢 我們抽取了13776人 那這些人裡面呢 大概有iPhone手機的比例呢 是46.5% 那請問一下在95%的信賴係數之下呢 你可不可以用這樣的一個訊息 推估以下iPhone手機 它的市佔率是多少 好 好 那我們再把這個資料再梳理一下 那我今天呢 我得到的 取得的這個sample size是多少 13776 好 那這時候呢 我的樣本比例是什麼 0.465 好 那這時候我知道樣本比例是0.465 所以我知道Q hat 是1-P hat 所以是0.535 好 那我根據這樣的資訊 我知道其實這個是一個大樣本的情況 那在大樣本的情況之下呢 我就可以用中央極限定理 那當然我就可以用剛剛的這個公式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呢 我們年輕人擁有iPhone手機的這個比例呢 其實它的比例是介於多少 是介於0.4567到0.4733之間 那換句話說 年輕人擁有iPhone手機 在0.95的信賴係數之下 它的信賴區間是0.4567到0.4733之間 好 好 那 剛剛介紹了我們所謂的母體均數mu的信賴區間 跟母體比例p的信賴區間 這時候同學會想到一個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 當然我會推估這個信賴區間 大概有初步的了解 可是有些時候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剛剛有提到我們在前面一講有提到 推估的方法很重要 可是我們的這個推估的時候 Sample size到底要多大 是比較適合的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抽取樣本的時候 當然除了一個比較好的抽樣方法之外 其實我們要考慮所選取的Sample size 到底是不是足以能夠support 我們在做這樣分析 那當然我們知道我們的Sample size越小 誤差越大 Sample size越大當然誤差會越小 但是這邊還是有一些成本的考量 那有沒有一些準則 好 所以在這裡面呢 我們就給同學一些概念 那當然你會問我說我Sample size要多大 我就會問你說 那你可以容忍的這個誤差的程度有多高 比如說有些同學他認為 我認為80分才是幾個 有人認為90分才幾個 有人說生平無大自止求60分 所以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 所以我要說Sample size要多大 先要講我的誤差容忍度要多大 那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在做這個區間推定的時候 我們是點推定加減抽樣誤差 好 我們以這個找μ這個信頼區間為例 我的抽樣誤差是誰 z2分之α乘上根號m分之sigma 這個是我的抽樣誤差 好 這裡是不是有攜帶一個 Sample size n 的訊息 所以我左右兩邊給它平方 然後移向之後 所以你會知道 當我們在估計母體的平均數的時候 它的Sample size n 至少要大於 右邊的那個公式 也就是說我今天 我有了我的這個e 代表的是什麼 誤差的水準 我有了我的信頼係數 我有了母體的變異數 那當然我就可以知道 我到時候我在做估計的時候 我的Sample size要取多少 那這時候有同學會跟我說 老師我母體的均數 我母體的變異數未知 沒關係嘛 母體的變異數未知 你只不過把那個sigma平方 用s平方為取代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投影片 下面的那個公式 同樣的 你還是可以去做一個計算 然後能夠初步了解 你大概需要多少的一個樣本的大小 你才可以做分析 那下面我們就舉了一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是這樣子的 那個小張他畢業之後 他到了某一個銀行 他當了客服部門的一個職員 那最近公司主管 反映說 那個客戶的專線等待的時間太長 那小張他覺得應該要幫客服部門做澄清 因為他學過統計學 所以他決定要去收集一些樣本的資訊 希望能夠提出一些科學的證據來做反駁 那現在他假設從過去的資料 他發現等待的時間標準差大概是5秒 那請問一下小張到底應該收集多少的這個樣本點 就是他的Sample Size要多大 好 才能在99%的信賴係數之下呢 讓這個顧客他在這個 這個等於說專線上等候的時間 他的誤差呢少於2秒 好 所以我們要解決小張的問題 我們還是要再梳理一下 在99%的信賴係數 所以你要查的Z值是多少 Z0.005 那你找出來的值是2.575 那他已經告訴你這個什麼 母體的Sigma是5 那他的誤差是希望能夠小於2 小於等於2 那是不是可以帶進去我們這個 Sample Size到底要多大 至少要多大的一個公式 所以呢當然要自動經緯 所以他發現Sample Size至少要42 所以這時候呢 在等候時間標準差是5秒的情況之下 信賴係數呢是0.99的這個情況之下呢 其實小張應該收集至少42通的 這個客戶專線電話的一些 資訊等待的資訊 那這時候才可以讓這個顧客在 平均線上等候時間的這個 估計的誤差值小於2秒 好那剛剛是在就母體的均數的情況 好我們去找出我們到底至少要多少的Sample Size 我剛才看網路新聞啊 他說最新的民調說什麼 贊成判殺童死刑的人 殺童死刑的人 在95%性行水準下會介於什麼 48.5到57.5之間 然後贊成判他終身監禁的人 是40.5到49.5之間 哦那就是說超過一半的人支持判他死刑 哦那就是說超過一半的人支持判他死刑 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贊成他終身監禁囉 聽起來是這樣沒錯啦 可是這樣我覺得這句話好像有一點點奇怪咧 贊成判死刑的人是介於48.5到57.5之間 當然不能說超過一半的人都支持判死刑啊 別忘了95%的信心水準之下 信在學家並沒有大有死啊 嗯 所以這樣的話我們應該說大概一半的人支持判死刑才對 沒錯 原來就是這樣啊 那麼不帶一半的人支持判他終身監禁 這句話應該沒有錯吧 嗯 這句話可以接受 原來如此 那同樣的我們回過頭來 我們在做母體比例的這個推估的時候呢 我們也會想要知道我的sample size有多大 那利用同樣的概念 你還是點估計 點推定加減抽樣誤差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你的抽樣誤差是誰 是不是z 2分之 alpha乘上根號m分之pq 好 那這個就是你的誤差 好 那這時候呢 你是不是可以把兩邊呢 平方再移項 所以這時候呢 你可以得到的你的sample size n 一定要大於或等於什麼 誤差平方分之z 2分之 alpha的平方乘上pq 好那基本上 這個是你的要找到樣本的一個公式 可是這時候同學又問我一個問題 老師我不知道p不知道q 所以這時候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選擇是什麼 我用樣本的比例p hat q hat 帶進這個公式 我可以找出樣本數 另外一種情況是什麼 老師我很保守 我可不可以找大一點的樣本 所以你找p2分之1 q2分之1去替代 你就可以找出來 那我們這邊就有一個例子 跟同學分享一下 比如說我們今天 農民他現在在採收一些新鮮的番茄 然後他希望做裝箱 那裝箱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希望 因為有時候現在的番茄 那個皮非常的薄非常的甜 可是一碰到他可能就會受損害 那這時候呢 農民想要知道 有多少番茄多少比例是損耗的 那這時候呢 他希望在95%的信賴係數之下 希望誤差不要超過0.03 那這時候呢 他的這個sample size 要找多少才可以 那這時候同學們看到keywords 最保守所謂的最保守就是 你的sample size要大一點 那最大的sample size 是不是就是p用1 2分之1 q用1 2分之1 帶進去那個公式 所以你會發現 我的sample size要找1068個 這樣的一個大小 我們才可以來做分析 好 那剛剛其實講了什麼東西 我們剛剛講的是什麼 母體均數的區間推定 還有我sample size要多大 我們再講母體比例的區間推定 還有我的sample size要多大 可是有很多時候我們在做分析的時候 除了我們care的是母體的均數 我們care的是母體的比例 有更多的情況我在乎的是什麼 母體的編譯數 為什麼我們今天在產線裡面 你的這個產品平均的長度 平均的大小 找平均數固然重要 可是這個variation更重要 比如說我們今天 我們的汽車零件的電片 它的製造商 它要求這個電片的平均直徑 一定要在某一個長度 那而且還不能超過某一個這個 它的直徑長度的標準差 不能超過某一個範圍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必須要去關注 我們母體變異數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要推估母體的這個 變異數的這個信頼區間 我們就必須要用到這個 所謂的卡方分配 好 那我們在上一講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卡方分配 我們有提到一個人 那個人是誰 有一個卡方統計量 他是誰 n-1乘上樣本編譯數 除上母體編譯數 我們上次已經跟同學提到了 他是服從自由度為 n-1的卡方分配 好 所以基於這樣的概念 我們就可以進行 做這個區間推定的推估 那各位同學請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圖 你可以發現 右邊的那個臨界點 chi-square-2α 自由度n-1 你可以查到這個點的值 那當然你也可以找出這個 chi-square 右尾面積是1-2α 這個另外一個臨界點的值 那你會發現呢 我們的這個 n-1乘上s平方 除上sigma平方 這個統計量 它的值呢 介於上下兩個臨界點的機率呢 你從圖可以看 其實是1-α 所以我們經過一些 運算跟處理 那事實上呢 你就可以得到 我們的母體編譯數的信賴區間 好 那事實上 你有了母體編譯數的信賴區間 就在我們的這個投影片上面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 開根號 我們就可以找出這個 母體標準差的一個信賴區間的公式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把這樣的一個 區間推定的一個概念呢 用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上面 比如說我們今天有一個貿易商 好 那今天呢 他從紐西蘭 他想要進口這個奇異果 那基本上呢 他想要抽驗這個20箱的奇異果 那希望呢 發現這個 每箱容量的這個 樣本標準差呢 其實是25克 那想要據此推測 這個每箱容量的母體編譯數跟他標準差 那我們希望能夠 在95%的信賴係數之下呢 我們找出母體編譯數的信賴區間 那剛剛我們是不是已經給同學 這個母體編譯數信賴區間的公式啊 那現在呢 當然我們有樣本資料 我當然知道sample size-1是誰 我們有樣本資料 我們知道樣本的編譯數 s平方是誰 那唯一我們要做的就是去查我們的臨界點 那這時候我們的自由度是多少 N-1是不是19 那我們的臨界點是什麼 右耳面積0.025 另外一個右耳面積是什麼 0.975 那我們分別可以找出這兩個臨界點 那當然我就可以找出這個母體編譯數的信賴區間 它大概介於361.49到1332.77 那除了母體編譯數的信賴區間 我們可以進一步去找出我們的母體標準差的信賴區間 它是介於19.01到36.51之間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估計的結果 我們可以做下面的推論 也就是說我們在95%的信賴係數之下 我們每一箱奇異果容量的母體編譯數 它的信賴區間是361.49到1332.77之間 那這個每箱奇異果容量的標準差 大概是介於19.01克到36.51克之間 那今天上課的內容其實非常的多 那可能同學需要有一些時間去做一些消化 那我們後面會有一些小小的立體 讓同學能夠做一些練習 那這樣也可以檢測 我們是不是對於這一講的內容 有一個充分的了解 好 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我們下課了 我們下課了 我們下課了